8月10日,又一部有着巨大情怀的电视剧改编电影上映了,这部电影就是由剧版《爱情公寓》所改编的同名电影,由原版人马打造的一部喜剧。 不过,从今天上映的情况来看,口碑那是相当的超近,我们先来看看《爱情公寓》的票房和口碑情况,如果关注过一些新闻,的朋友可能已经早有耳闻了,看到这个对比图大家知道,《爱情公寓》的口碑,算是什么谁准了吧? 2.5分,成为今年所有上映的电影中评分最低的一部,险些快赶上竹梦演艺圈,创下的新的口碑记录了。 在今日上映的三部新片中,《爱情公寓》的口碑是最低的,4万的人打分,又89%的观众打了一星。 甚至有观众表示,如果可以打负分的话,他绝对会打个负分,不过口碑最差,反而是今天的票房冠军,从这个票房排行榜来看,《爱情公寓》一分一的票房遥遥领先其他电影。 黄博的一出好戏,以1.4一排在第二位,郭达杰森·斯塔森,李冰冰的剧《尺杀》,也突破了1亿的票房,值得一提的是,《爱情公寓》的预售票房就高达1亿多。 今日3.1也说明了粉丝对于这部电视剧的认可,也体现出了极大的情怀,不过《爱情公寓》的票房和排片也就能撑三天左右,从下周一开始排片就渐渐, 会被其他两部电影所吞并,因为口碑实在是太差了。 目前观众主要吐槽的一个地方就是《爱情公寓》变成荡漠公寓了,后来导演为正在微博上回应了,趁《爱情公寓》之前就出现过一些比较有脑洞的想法,比如说《决战子丁之巅》等等,电影不可能在一个放在里边拍, 所以就来了一个盗幕的脑洞,就看过的观众介绍,《爱情公寓》电影里大家熟悉的《公寓》里的场景少之又少,大部分时间都在盗幕。 对于此前公开对《爱情公寓》电影的王传军,网友现在算是想明白了,此前王传军曾直接拒绝了剧组的邀请, 王传军接受采访时表示,《爱情公寓》4本身就拍得像广告片了,为何还要再拍一部电影呢? 完全没有必要,当时王传军被不少粉丝盼望恩负义,因为不少网友觉得王传军,就是靠《光顾神奇》这个角色才火的, 现在反过来说《爱情公寓》的不是,感觉有些不太厚道,现在而言,王传军没留言,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, 此前有网友也将《王传军》不参念电影《爱情公寓》的行为,以比喻成一人单标整个剧组, 不过现在看起来,最后还是王传军赢了。